我们要review一下 看一下我们到底今天要介绍的东西是什么 主要的是我们要先讲到原子的结构 描述原子的时候 我们早期是用行星轨道的方式 现在进到波尔以后 进到铸波以后 再后来到量子的时候 我们是用波来研究原子的能量 还有原子鬼域 量子的时候呢 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它是能量是极小的单位 它每一个粒子 一个package 就是一团一团的能量方式存在 第二个是指它是不连续的 quantites 然后从量子化学里面 我们推找到的 treating equation以后 我们知道了 要求得两件事情 一个是Way function 一个是能量 这个Way function呢 从这里可以知道 电子的轨率 然后从电子轨率里面 求得它的能量 在氢原子的能量 完全是以N为准 SPD的轨率都不相干 也就是2P跟2S的能量是相同的 但在多电子原子的时候就不是了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扩充到多电子原子 扩充到多电子原子以后 多电子原子讲的是 各个不同 次轨率 也就是SPDF 它们的能量上的差异 这是多电子原子 在我们简化我们的轨率跟能量的介绍里面 我们用的是particle in a box particle in a box 它的公式是 每一个能量是这样子 然后它的Way function呢 sin x sin sin函数 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公式 在多电子原子 电子的介绍之后 我们会介绍的是 尤力能 还有电子氢核力 这些都是跟电子阻态有关 然后我们就会用电子阻态来解释一下它的化性 这是这个章节里面所要涵盖的一个内容 所以NPiL 那我们上一次在做介绍的时候呢 我介绍到的这个particle in a box 在指示器上的应用 那那个powerpoint上面有错误 经过游小杰指证了以后呢 我们把它修正 然后待会给各位再强调一下 好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东西呢 是 上一次讲到量子的部分 我们现在从particle in a box 讲起 因为particle in a box 似乎各位同学 并不是太了解 所以我帮大家再回忆一下 particle in a box 是说 我们在当初在导论量子力学的时候呢 是从schreading equation 是从一个粒子 也就是描述电子的时候 以粒子 以电子作为对象 然后用它的位能跟动能加起来了以后 去求得它的总能量 那在古典力学里的动能跟位能 那么是跟动量连接起来的 那么动能跟动量之间关系呢 是平方除以2m 然后这个方程式呢 就可以导出我们schreading equation schreading equation有time dependent 跟time dependent 时间这个因素 有没有放进去的差别 那我们现在是把三维空间的 schreading equation呢 简化成一维的给各位做一个解释 当初是先介绍了原子的发现 它的大小是大概是十的负十四方m 或者是一个i左右 所以任何一个原子跟原子键的键长呢 大约都是在1.5到2个i以内 1点多i左右 就是碳跟氢的键结的话 也只有1.08i左右 然后我们从古典力学的model 进展到了量化的model 是因为我们能够知道 hydrogen的spectrum 它是有线状的光谱 它的能量是不是连续的 从这一点推导出来 各位要记得的是这个公式 也就是1等于RH RH是-13.6EV 除了n平方分 n是指quantum number 也就是指第一层电子 叫第二层电子 或者第三层电子 它们这个n的quantum number 这个公式是用来算出来 它们这个中间的能量 都在可见光 这就是我们要记得的这个公式 从氢原子导论到 任何电子或者是物质 都会有波的性质 然后把它在quantum mechanics里面 也就是在量子化学里面 所研究的这几个公式 融合起来了以后 我们来描述一下 最后我们的phi 也就是我们的波方程式 这是什么波呢 是电子的波 那么比较大一点的物质 大一点的粒子也都有 但在化学领域里面呢 原子里面我们只讲到 电子的波 也讲到它的轨率 所以我们的重点在这里 phi方程式都是电子的波方程式 能量质量都是指电子的质量 tuning equation 它是三维的 然后前面这一部分呢 是动能的部分 V是未能的部分 然后我们用一个particle in your box 的这个例子来看的话 这个是个提醒各位 这个phi function 有什么样的性质 一个是它的这个probability 它的phi 乘上它的conjugate function 它的积分值会等于一 意思就是它的phi平方 也就是它的probability 是等于百分之百 意思就是说 一个电子在2P的这个轨率里面 2P的函数 它的phi function 它的平方值 必须要等于百分之百 一定找得到这个电子 第二个是每一个鬼域 每一个波方程式 它们之间呢 是orthogonal的 也就是说它们相成了以后 会得到零 基本用的为零 那我们现在来讲particle in a box 为什么要讲它呢 主要就是它能够显示出波动力学的这个数学 就是演示的方法 然后可以得到简单的导论说 它的能量是怎么表示的 它的波函数是怎么表示的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例子里面是用这个sine的wave 也就是一个用sine的波方程式来表示 各位如果要把它改成这个exponential的波 也就是sine跟cosine的合成波 也是可以的 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 也就是它的公式会是相同的 因此它的波方程式的波 不论你是用sine wave cosine wave 它是exponential去表示 最后结果都会是一样 所以结果就是黑板上的1跟phi 这两个 一个是能量 一个是波方程式的表示式 那各位要记得的 还有以后在研究所考试的 大概也都是这个 就是它只会问你 波方程式和波方程式的意义 它的振幅的高度 还有这个 它的在第几层的能量是多少 然后从这个例子里面 可以告诉我们说它是一个 代表的电子 除下几率的一个特性 也就是波函数 它是可以表示 sine的平方可以表示 probability 那我们在最后 会秀给大家看 能量 sine 方程式 跟sine 平方的probability 它们之间相连的关系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它显示出的能量是quantized 也就是不连续的 在particle in the box 这里面有个条件 就是它在0到L的 这个盒子的范围之内 它的两旁的位能是无限高的 所以它就跳不出去 它只能在这里面 你可以把这一维的结果 扩充到三维 那各位当初觉得不太记得 这个其实在普化交过一次 在量化交过一次 我再很快地回忆一下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要求1跟求5 那么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从3DM equation开始 3DM的Hamilton Operator是这个 那如果是1维的话 是这个dx平方 如果是3维的话 还有另外两个项 就是y平方跟z平方的项 那我们只要把这个 一项过去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得到这样子的公式 先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再看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公式里面的phys 怎么样做 我们phys先假设 它是一个sine的函数 如果不假设它是sine的函数 cos的话再次为分以后 变成sine 然后它们这之间的k都会提出来两次 所以最后变成k-k平方 那两次为分以后得到的这个式子 我们把它写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到原来的这个式子里面看 这边两次为分以后得到这个式子 因为等于这个 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个地方一项 以后就把这个phi带入到这个公式 带入这个项里面 你得到这样的公式 你们可以求得energy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跟我们黑板上的这个公式稍微有点不同 因为是这个h bar是2π分之h的意思 所以实际上是相同的一个公式 此次不同的是这个k还没有把它解出来 但后来k解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它是mπ 好的 下面我们怎么解得出k呢 我们用的条件是phi在0的地方 它必须没有probability 然后在l的地方超过l的话也没有probability 把这个condition放进去 sin nπ等于0就不必看了 phi l的部分如果它要等于0的话 它这个地方必须是sin等于0 sin等于0的时候是在0度到180度的时候 所以它是nπ 那kl如果就等于nπ的话 那么它就会得到一个sin等于0的现象 那么这个公式就打出来k就等于nπ除于l 这个k就是刚刚在前面的公式里面的k 然后我们把它带入以后就会得到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energy的公式 这个energy的公式总体来写是这样的 然后n呢是1 2 3 4整数倍的东西 因为它是因为整数倍的解 所以它是一个quantized的现象 然后这个probability是另外一个函数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energy跟phi都已经求完了 那我们现在还特别加一个点的论述就是phi平方也就是probability 要等于1的这一点呢 可以看出一个phi平方的函数跟那个phi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这个地方会产生节点的这个叙述 它把它平方以后得到这个东西 你会发现到说最后的结果是它的amplitude 也就是它的这个前面这个系数 会不会代表的是正伏的高度 是等于根号l分之二 我刚刚写错了 好那我们在算probability的时候呢 会得到它的正伏 那这是我们刚刚有的那个条件式 那sine function已经知道了以后sine平方的function的方式 它就可以把它个别求出来 这里是一个energy对应到phi的这个例子 n等于1的时候带进去 n等于2的时候带进去 n等于3的时候带进去 最后它的能量的差异 就是1比4比9 也就是1的2平方 3平方4平方的差异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图就是各位在particle in a box 这条记得的图 如果你都忘了它的那个导论式是怎么导论过来 你起码要记得它的结论 这结论是说能量的差异是1比4比9 也就是说1比2的平方 3的平方 1、2、3的sine function 抱歉 sine function呢 是一个波 两个波 三个波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节点 两个节点 n等于3的时候有两个节点 它平方了以后 负责率会变正的 就会变成这样子的波 那这个的函数 就是我们将来在轨率里面会见得到的部分 也就是radio distribution function 是根据这个sine平方而得来的 那这边这个 probability 它的形状跟它是相互连结的关系 也就是它是有一个波 它是有两个波 翻上来以后变两个波 中间有一个节面 然后这个地方有两个节面 那这个代表是probability的函数 也就是将来各位看到的原子轨率的函数 好 那我们把这个phi跟那个phi平方呢 重叠起来看一下它们的关系 这边是phi 这是phi平方 那么它们的形状是相连结的 它是有两个峰 它这是低的 这是高的 中间都是有一个切面 去分开它们之间的像 这个地方也有两个点 去分开它们的像 因此这里面 关于1s2s3s的话 有相同的情形 就是n等于3的时候呢 会有两个截面 因此3s轨率呢 会有两个截面 好 那我们这个要 回到我们上次提的应用 然后我要更正一下 同志的部分 是我们更正过来的这个部分 当然上次写出了 其实还有energy 我再说明一下这个应用的意思 particle in a box 是指电子在一个一定的空间里面 它的能量是quantized 那它跟l的关系呢 是一个l平方反比的关系 in energy 那这个一个化学物质的分子 它的电子在一个一定的原子团里面 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呢 它是看它有没有conjugation 在这个地方 每一个原子环呢 在每一个本环 它们之间就是被单件结合 它们没有任何的conjugation 也就是不能连结 因此电子在这个地方是绕在里头 不出来的 没有办法conjugate 像在这里的话 double bound single bound double bound 这样的情形的话 它有hyperconjugation的情形 因此这个电子可以移动 由于移动过来 震动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它的区域是比较大的 这个地方的话是 这边震动完了 这边如果两共振式可以改过来 它这边又可以震动 所以它其实可以delocalize 在三个区域里面 意思就是说 这个以box来讲它是最小 这个是次枝 这是最高 这是分态的变色 各位都知道 在分态在酸性下没有颜色 在减性下是紫红色 如果再到了pH12以上的话 然后又回到五色 如果在这个地方 如果以结构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是一个小的box 所以它的吸收是比较高的能量 这边比较大的box 它吸收是比较小的能量 公式是看公式的L平方 L如果是越大的话 那么E就会越小 所以这边吸收是小的光 这边吸收的是UV的光 所以你看不到任何可见光 你看到它是一个透明的变色 而在这个地方的话 吸收的是可见光 是比较小的能量 UV光是比较高的能量 这两个都是吸收比较小的能量 那么在这两个颜色上面 有点差别的事 你看这边是吸收 稍微比它高一点的能量 是在紫光的部分 所以它互补的时候是黄色 紫光黄色 那在这个地方 它说吸收的是黄绿光 是能量更小一点的光 对应的那些是红色的 互补色的 所以你吸收的光 是一个比较低能量的东西 你呈现的东西是它的互补色 这两者之间 这个地方是一个UV光 这个一样是可见光 能量比较高 或是一个small box 比较能量低的是一个high box 再用另外一个例子 给各位看一下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分态 它的结构是这样把它连结起来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红色的部分 是表示它变色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有conjugation的这个component 甲金层也是类似的形形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结构上面 在这个地方的conjugation 是比较多的 这个地方的conjugation 是比较小的 这是比较大的box 所以它吸收的是比较低的能量 放出来是红色光 黄色光 低的能量是红的 对应到这里 因为是紫红对应 紫红对应到这边是黄色 紫色对应到的是黄色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们吸收的这边 是比较高的能量的 像是紫光这边 或蓝光比较高的能量 对应出来的就是红色 这是变色的应用 在particle in a box上面 好 那接下去了 我们就介绍 从刚刚说定 equation 里面 介绍的有一个quantum number 是n 那么这个quantum number 如果我们再加上其他的constrained 会得到我们电子的phi function 也就是它的wave function wave function的condition里面 在解它用一个电子 time independent的状态下面去解 你会有三个quantum number 可以得到 第四个quantum number 是关于磁量数 是ms 磁1分之1和-1分之1的往上往下 那个不是在我们的wave function里面 因为wave function 解的是一个电子的 另外一个电子 不是解多电子的wave function 但是要解释它们所观察到的现象 我们后来是用四个quantum number 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电子 在原子里面的能阶 和它们的behavior 能阶是指 用nlm 还有最后一个ms 去代表最后的spin up 跟spin down 两个不同能量的差异 这个部分 从普化到现在 各位都知道的东西 所以各位要记得 是nlms 各自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我相信各位同学 应该是相当熟悉的 就像是化学是什么 应该也是很熟能详的 所以我们请 刘佳哲 介绍一下 郭佳哲 我们来说一下 那lms各自代表什么意义 像es 2s 3s 是不同的外层的电子 它的能量是越来越高 那l呢 小暗数它代表的是在0到n-1的范围 但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它描述的什么东西 看那个文字看得懂了 它上面讲的 你能不能先用中文说明一下 Describe the angular dependence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energy Angular dependence 白话一点的意义是什么 它描述的鬼欲是什么 描述的鬼欲的脚动量的意思是什么 是转动的 转动 那放成是转动了以后 得到的东西是一个形状 你们说明一下为什么它描述的是 鬼欲的形状 朱凯博 说明一下 还要跟ml 代表的物理意义 你们看过s 鬼欲 p 鬼欲 d 鬼欲的形状 对不对 圆的形状是哪里来的 形状是psi function 画出来的 psi function 是平方 psi平方 probability 画出来的 probability 根据你的l的不同 会造成什么样 形状的不同 s 个义是什么形状 圆形 p 个义是 亚铃形 d 鬼欲是 叶片 或者是 亚铃加东冷星 它的形状 被Angelo Momentum L所描述 所以L是用来干嘛的 描述 电子鬼欲的 形状 ml 已经研究了形状 譬如说 L等于0 是s 鬼欲 L等于1 是p 鬼欲 L等于2 是低鬼欲 我们聊一个p 鬼欲 好了 L等于1 L等于1的话 ml就在0到正负1之间 所以它有三个 这个ml的0 正负1 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p 鬼欲 方向 它的方向 对 p 鬼欲有哪三个 pxyz 所以它是代表三个方向 那么 低鬼欲有几个方向 0 到2 0到正负2 总共几个数字 五个 五个数字 所以低鬼欲有哪五个 pxy xz yz x 0 0 你看到 所以 所以这个部分是描述 无电子轨率 把轨率都全部描述完毕以后 shirling Equation 已经划完了 但是你要再分别说 它们原子在各个不同的磁场上 会有能阶上的分裂跟不同 是因为电子会顺着磁场或逆着磁场 这个不是在Sredding Equation里面看得到的 这是另外在外加的 Spin这个东西是有点难以想象 因为你如果把它想成波的话 它是不能Spin的 但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波上跟下 这个Face的不同在做变换 也可以把它想成Spin 古典力学里面的Spin就是把它当成粒子 然后再旋转 然后旋转以后的那个 旋转以后的总向量是往上还是往下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旋转的球 那个左旋跟右旋会产生出不同的这个 那个 如果说是电旋转的话就会有磁锯 好 好 如果有空那么大家都记得 显然它还需要复习一下 好 但是如果现在不记得 你记一下 N代表总能量的高低 L代表这个轨率的形状 ML代表轨率的方向 MS代表Spin的电子的上跟下 也就是它这个对于外加磁场是平行还是反平行 好 这是Quantum Number的应用 从Quantum Number里面我们要学什么 我们说Sredding Equation 知道它是一个Way Function 从Way Function OK 从Way Function算到 Fi平方 Fi平方里面看到的这个是 S轨率 P轨率 D轨率 然后这样子一路这样上来 它们画出来的这个 Fi平方的这个 它会给你原子轨率的形状 那如果你把Fi Function 把它分开来看的话 它可以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纯量 一个是脚量 也就是一个部分是Angular的Factor 一个是Radial的Function 在这里面 在量化的时候 就有提到过 它们的这个量子数 在Way Function里面 这个跟Way Function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例子呢 是告诉各位 在不同的Quantum Number里面 你可以画出它不同的Function Feta 也就是Angular的这个形状 这个脚动量旋转了以后 就可以描述出 它的这个原子轨率的形状 可以看得到 一起看得到 那边是S轨率P轨率 OK 然后这是DZ平方 DX平方Y平方 这轨率 然后 真正的Way Function呢 在这里面考量了两个 一个Theta 一个Fi以后 就会得到了 Combine起来的一个 Real Wave Function 那么我们通常是 只拿其中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这个Radial的部分 去画出它的这个形状来 去描述它这个电子分布的 Probability的形状 它的Shape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 这边只要是数学方程式 如果去把它 根据数学方程式 积分出来以后 会得到我们 看着平常熟悉的 诡异的形状 这个部分的范畴是属于 物化里面 还有的包装 是量化里面的主要的范畴 也就是各位在上个学期 所学到的内容 其实是刚开始所介绍的部分 然后我们特别把Wave Function里面的Radial Function的部分拿出来看 这个就是看这个Probability 也就是在一个从原子核为0 一直到R的距离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它所内含的电子的个数有多少 这个叫Radial Function 这个Radial Function是用来描述 不同的电子在不同的轨域里面 它的Electron Distribution 它赛平方的分布 然后这个Radial Distribution 如果说是在 Quantum Number等于1 然后L等于1的时候 L等于0的时候 这个是S轨域 S轨域里面的123 它们差别是在它的总大小是不同 可以看得到能量上的差异 是指这个东西的3S轨域的电子 它是在最外层 它的位能是最高 也就是最容易被踢到外面去 因此它是距离原子核最远的 它是被抓得最松的一个电子 这个123S都是球形的 但如果你把它放到 这个考虑它的这个L跟P的话 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是从L这个部分 可以看得到 它这个L等于0的时候 是一个S轨域球形的分布 L等于1的时候 是一个P轨域的分布 P正1 0 负1 这个方式 这个地方是D轨域的分布 那么各位现在在无机里面 常常会要用到见解长什么样子 所以你必须知道 这个叫什么 D轨域它各自的定义 很多朋友忘记了 DXY跟DX平方减Y平方的差异 它们都在XY平面上面 但是在轴上面的那个是 DX平方减Y平方 而不在轴上面 是在对角线上的是DXY 这个我们以后在讲见解的时候 非常重要 尤其是讲到Delta棒 也就是金属金属之间的四重见的时候 要用到的见解就是 DXY这个见解 而不是DX平方减Y平方的这个见解 那在同样是在 S轨域球形 它这个是在讲说 ML代表是它的方向 OK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好 那我们所介绍的这个 Radial Distribution Function呢 是把 Pi平方这个方式 在这个R的这个距离里面 里面全部做积分 那 它告诉我们说 S轨域球形 刚才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一个像这样子的 不对 Wave Function是这样子 那Probidity的 S轨域球形 是这个样子的 在Paticoning和Buds来讲的话 它这边是两个一样 是两个一样高的 这个Pic 那它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Pi平方的这个公式 如果是根据R来讲的话 是越来越远的地方 这个 你可以知道 越远 它的Probidity 是越来越低的 因为找到电子的几率是很低的 靠近何的地方 电子的几率是很低的 电子的几率是高的 那这个Function是Pi平方的一个Function 4Pi2的Function 在数学上来讲的话 在R越大的时候 它这个是一个发散 越来越高的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Pi平方 R平方 Pi平方 是指说在这个球形区域里面 它找到电子的Probability 那它是把两个盘数相乘以后 会有一个Maximum 然后再降下来 所以你可以找到它 它最可能的出现的这个距离 那个叫做Most Probable Distance Most Probable Distance 这是什么意义呢 是你在核子以外往外走 能找到这个2s或者找到这个3s 鬼域里面的最可能的距离 那这个距离就是以前我们用波尔原子分的时候 讲的是那个鬼域的半径 当然现在我们不用那个行星来解释 我们也没有那个半径 它那个时候是觉得说电子全部都在这个距离上面 我们现在是讲说它是一个分布 然后这里最可能发现的地方是波尔的半径 这个radio function 如果说你把它画出来这个 3s 3s 3p 3d 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这个radio function都是不一样 那如果你把它举平方 pobability radio probability function 你会看得到像这样子的分布 为什么要示给大家看这个图呢 因为各位熟悉的东西是 鬼域的形状 可是你知道不知道鬼域真正的状态 真正的状态是这个东西的平方旋转 也就是从原子核到原子核外面 在这边它并不是一个球形的部分 像3s的话它有三层像洋葱一样 而这三层不是说一样厚度的 它是从这个地方有一个高度 到这个地方从渐渐再高起来再下去 所以它的电子运分布是连续的 不是一定在那个最高的地方 那你说3s尾道的电子在哪里 在哪里 我们会以为是在这里 或者是这个最高的 最pobability最高的地方 但是实际上pobability最高的地方 虽然是最多电子出现的可能的地方 可是其他的地方都有可能出现 这就先是我们讲到了trental效应 跟这个遮蔽效应 那各位看一下今天我们发的讲义 因为等一下我要发一下 那个第三次クlis的考卷 所以我们可能会提早下课 我先把这个重点提给大家 带着这个讲义回去自己稍微看一下 好 我们介绍的第一个东西是遮蔽效应 然后它画的图呢是用这个 4s跟3p的鬼秘去 等一下 就把这个 讲一下我们这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讲一下我们还附在了一些图表 那么第一个遮蔽效应 什么叫遮蔽效应呢 它的英文就叫shelding effect 或者screening effect screening是一个帘幕 内层电子会对于外层电子有遮蔽的效用 也就是说 1s 2s呢 会把3s给遮蔽起来 因为是遮蔽的缘故 所以3s的能量呢 就比较 微能就比较高 还有比较吸引率 对于核电子吸引率比较低 这种受到这个内层电子遮蔽的影响呢 我们称之为shelding effect 我们举出两个案例 第一个呢 呃 呃 P跟棚的游历能 P跟棚的游历能 呃 棚是三个架电子的 它有一个P轨域的电子 然后P呢 是2s轨域 2s2 然后 棚所多的这一个电子呢 会很容易移除 原因就是因为2s呢 有充分的这个遮蔽效应 好 那这个是screening effect 也就是shelding effect 它的一个特别 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解释一下游历能 为什么在皮跟棚的这个部分呢 会 皮会特别 棚会特别降低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 同一族的游历能 它会下降 同一族是指在周期表上面 同一族的这个元素 从上到下 原子序 N框Number在改变的 如果N增加的时候 外层电子所感受的遮蔽呢 就会越来越多 也就是你的4s 会被3s2s3s遮蔽 这就会造成它的这个 油力能降低 容易被移除 好 第二个是trento效应 第三个是有效核电荷 这些都是用来解释 这个原子 它的电子阻态有什么不同 它们话题有什么不同 那么 各位带着这些讲义回去 我们从礼拜一的时候 再给各位继续下去 好吧 那 今天回去的时候 各位复习一下particle in a box 然后 预行一下 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些 名词 看你们 遮蔽起来以后 名词是不是能够 写得下来 接上名词的时候 我建议各位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不要只做翻译 你要有一个文字说明 这个文字说明 最好是定义式 而不是叙述式的 第二件事情 是在解释任何名词的时候 你最好加一个案例 也就是它的说明 用在哪个地方 那有些同学的时候 不会说明 就只会把案例放上去 然后一点说明都没有 有些同学是 只有做一个文字叙述 他其实不懂 那个文字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要最后 你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 你用文字去叙述以后 你要再写出一个案例出来 然后说明说这个 shouting effect 是什么意思 说明一下 这个sp mixing 是什么意思 好 那 今天我们课就是